这不是多米诺骨牌 而是数以万计的平民百姓 大街上的女士一步遮体 一颗颗头颅被挂在树上 一排排的人被赶到湖边 有的被当场活埋 有的被当作练习刺刀的靶子 这就是1937年沦陷后的南京 当城墙被炮弹摧毁时 还有50万市民被困在里面 这群带着钢盔的日军野兽 四处放火 见人就杀 趁他们拽到孙中山的铜像时 士兵陆建雄带着战友们伺机偷袭 其中多的是民兵以及童子军 他们在进行最后的抵抗 一番激烈的枪战后 陆建雄等人取得了短暂胜利 可警报器响起 大家知道 更多的日本援军即将到来 而他们早已已经淡尽两绝 兄弟们 守不住 最终 在敌方的激烈围剿下 所有人都成为了战俘 与此同时 日本鬼子发现了一个教堂 当他们推开门的时候 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傻了 小小的教堂里 却挤满了城中的难民 但人再多也没人敢反抗 一个老人率先举起双手 其他人纷纷跟着投降 区区几个日本小兵 就震慑住了整个教堂的人 这就是战争带给百姓的恐惧 而后大批鬼子闻讯打来 开始进行了这场场 但丧心病狂的日本人 已经不满足这样简单的虐杀 他们把中国人当作刺刀的靶子 在活埋的人身上跳舞 堪称人类史上最卑鄙无耻的暴行 千里凝枪万人斩 很快处决就轮到陆建雄了 他知道刚才的枪声意味着什么 但是中国军人无所畏惧 陆建雄带头站了起来 他坚毅的眼神 看不出一丝恐惧 堂堂中华男儿 就算死也要站着死 这种信念感染了所有人 他们一个个站起身 迎接自己的死亡 在日本鬼子的枪口下 众人发出了最后的呐喊 中国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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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城全面沦陷 现在唯一安全的地方 只剩德国人拉贝先生建立的安全区 城中的难民拼命往里面冲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里的女人早就被盯上了 受性大发的鬼子趁着夜色 偷偷潜进了安全区里 这个南京姑娘 无幸被清华鬼子抓住 而她的姐姐 也被一群恶魔折磨得生不如死 在惨叫声中 拉贝先生和秘书老唐急忙赶到 得知拉贝是德国人 日本人才不情不愿地收手 随之提上裤子 大笑而去 安全区里尚且如此 那外面就更不用说了 老唐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为了保护妻女和妹妹 他减去了他们的长发 并要求穿上男装 大家也开始效仿老唐 将安全区所有的女人都提成寸头 可其中还是有些顽固分子 死活不肯捡 比如这个武女小将 他还想战后靠姿色混口饭吃 可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 日本小兵设法溜进安全区 抢走了德国国旗 管理人员冲出来追打 却没想到这是调虎离山之计 几百个日本人 如同发情的疯狗一样 从四面八方闯进安全区 看到女人就上前定屋 越是长得漂亮的 下场就越惨 有些女孩受不了这种屈辱 选择了跳楼自杀 然而一步未平一步幽起 拉贝先生接到上级命令 要求他必须赶紧回国 说拉贝保护难民的行为 破坏了日德之间的友好关系 这个噩耗击垮了老唐的内心 看着一家人的合影 他做出一个愚蠢至极的决定 老唐找到了日军高官 说出安全区还有伤残中国军员的事实 至此成为了卖国贼 就为了换取一张良明证 得到消息的日本人 欢呼雀跃地赶往安全区 看到伤兵毫不留情的涉山 所到之处不留意的火口 接着日本人又看上了这里的女人 其中包括老唐的妻子和妹妹 老唐拿出良明证 高喊着他是日本兵的朋友 但在这群群凶恶极的豺狼眼里 那就是一张废纸 日本人抱起他哭闹的女人 走到窗户边 宁笑着将小孩扔下高楼 看着女儿惨死在眼前 老唐瀕临崩溃 他没想到到头来 做了卖国贼 却还是没能保住家人 恐怖的人间地狱还在继续 拉贝先生找到日军谈判 想为中国人做最后的帮助 但结果却不尽原因 日军可以不杀安全区的人 但要求拉贝先生挑选100个女人 去日本军营当三州的慰安府 否则谁也别想活下来 拉贝和江老师被逼无奈 只好召集来全城余下的女性 忍痛告诉了他们这个事情 所有人都沉默了 突然舞女小将举起了手 第一个站了出来 表示愿意牺牲自己 换取其他人的安全 其他的女人也纷纷举起了手 他们都清楚这个决定代表着什么 那彼此紧紧握住的双手 试图从中汲取一些力量 去对抗已知的命运 而这些勇敢无畏的姑娘们 真的会如日军承诺的那般 三周之后会平安归来吗 这个唱戏的女孩已经疯了 她被敌方士兵凌辱了几天今夜 下一秒 她就被拖到了石柱后面 一枪打死了 那100个南京姑娘们 在大屠杀的时候 被送进了日军大院 破烂不堪的慰安所里 充斥着女人痛苦不堪的哀教授 一个个禽兽排队凌辱他们 一天24小时从不见断 渴了饿了也不能休息 长时间的折磨后 有人劳累过度猝死 有人已经神志不清 然后被日本冰当场枪毙 因为疯了的人容易说胡话 必须杀人灭口 不然中国女人只是失去了身体 而日本失去的 可是良好的国际形象 就这样 最后只有七名女性 剩下半条命走出了军营 其余一车中国女人的尸体 则被错过扬灰 几天后 拉贝先生要回国了 安全区的百姓苦苦哀求 希望拉贝先生能留下来 这一刻 面对成千上万难民 拉贝痛苦地跪倒在地上 为他的无能为力感到抱歉 按照鬼子的规定 老唐身为拉贝的秘书 可以带着家人一同离开 但就在离城的最后一刻 日本人却突然变化 说拉贝先生只能带两人出去 老唐望了望身后破败的南京城 对妻子说要好好活下去 之后把离开的机会 给了另一名同胞 他要为自己赎罪 妻子悲痛地看着丈夫 明明只有一张铁网 却宛如隔着数万座大山 毫无疑问 老唐被带到了刑场 临死前 他平静地告诉了日军队长 我的太太又怀孕了 他的血脉不会亡 我们中国的血脉更加不会亡 这边没有了拉贝的安全区 全面暴露在日本鬼子前 可这帮野兽并没有履行城堡 他们只是放过了女人 却依旧虐杀着男人 哪怕小孩也不放过 最后留在安全区里的德国人 冒死前去和日军交手 对方面强答应了请求 但是一个女人可以带走一个男人 江老师为了能救下更多的男同胞 不停地换装救人 最终被日本人发现 他被抓了 他知道自己会是什么下场 目光扫过一个尚存人性的日本士兵 随着一声枪响 江老师死了 那一年 南京的天空和土地 早已被鲜血浸透让 战火硝烟中满的是酷寒的爱好 生在和平年代的我们 不敢也不能想象1937的南京 仅仅六个星期 三十多万条生命就这样消失不见 历史影像的模糊 让我们看不出那三十万双眼睛影 是对生命终结的绝望 还是对中国崛起的期望 听不清三十万只口中最后一声爱好 是对日本暴行的愤怒 还是对人性的呼唤 空一座城 等三十亡魂 点一盏灯 继84年乾坤 怀一颗心 求人世间安稳 爱一个国 念我千古华夏人 牢记历史 勿忘国耻 我是老马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